電動說香港人是狗 唐英年說 郭教授要為自己講過的東西負責 香港人不是狗 我知道法治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香港人絕大多數都是很自覺性地守法的 這是值得尊重 這個亦都表達了香港人的素質 所以我是不會用這樣的言論去描繪任何一種人 另一個特首參選人梁振英就說 孔慶東不代表內地人 我相信孔教授他這番言論 不代表內地同胞對香港社會的看法 香港崇尚和捍衛的法治精神 是香港重要的核心價值 梁振英去維園行尿蕭 他說雖然競選工作好忙 但晚上會跟太太飛去英國 跟三個子女吃團煉飯 有線電視機就是在林可蓉那裡 今天年28日洗腦砸 很多人都會在今天大訴託 當然了 還有兩天就過年了 不過不知道多不多人 最後衝刺出街辦年貨 問問竹子欣 竹子欣 你今天就去過沙田和旺角 那裡逛過 多不多人出來辦年貨 是呀 莊安儀 我現在就在花園街這裡 其實都挺多人的 因為不少市民都走完花區那裡 買完年貨 然後就會過來花園街這裡辦年貨 今天也有跟不少商鋪談過 他們就說生意平均都好了兩成 還有兩天就過年 拜年要送禮 百貨公司標榜特價 難怪吸引到這麼多人 買到一袋二袋 有人才發現原來不算便宜 貴了一點 都要買的了 過年開心 這邊說貴 那邊就照買 78元一個日本蘋果 不停要補貨 百貨公司未埋單計數 已經預計 生意比去年同期好兩成 搖擲便宜貨 不少人就選落花園街逛一趟 各式攤檔都是買 買 買 都不空手勢 這個又要了 這個10元而已 這個你看 做不像 這些老闆又去了吃飯 老闆就說市民都希望 香港在明年的經濟可以好一些 所以這一類金元寶的吊息 就特別受歡迎 新公佈通常率6.4% 連帶辦年貨都貴了很多 只是計算買辦年貨那些 都要成三千兩四千元左右 那你都沒辦法 希望加薪多一點 每個都 是不是 財源滾滾來 人人賺到消耗 這麼久了 但是說到加得最多 都算是年花了 貴呀 真的非常貴 都相對地貴了 全全都沒有 我覺得貴過去年 即是貴成怎樣 去年20元 今年就25元 說貴說貴 但是貴到幾千元的蘭花 都幾乎賣光 當主說準備提早收留 在花園街這裡 如果是買一些賣輝春 或者是買一些過年糖果的店 就會特別多人 經常都會是逼滿人的 莊安兒 天文台說 晚上會冷些 還有可能會下著一些微雨 你看到現在花園街會不會少人出來逛街 反而不會 花園街這裡反而越夜越多人 其實看到市民都已經做足準備了 看到他們都是戴了項巾 甚至乎是穿著羽翁 莊安兒 謝謝你 祝志欣 政府將河東花園列造法定估計 業主何免軍提出反對 堅持大宅沒有保育價值 究竟這一座已經有80多年歷史的大宅 內裡有些什麼乾坤 何免軍帶我們的記者蕭樂文進去看過 古老大宅之旅由這裡展開 這條路很窄 因為它當時整個胡桃牆 每一樣都如數家珍 日軍的時候那些飛機炸 炸了一路都沒有翻收 原本是泥地 以前可以種很多菜 是水水來的 活水來的 這裡進那裡出的 當然要做曾國藩 不知是怎樣來歷 這句說話他不斷重複 沒有什麼特色 字在書他們說很有價值 嗯 有一點廣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